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 張孟甫每日一字 這個圖 圖書的圖,圖畫的圖 好,圖字呢 比它非常的多 尤其是 大大小小 口一堆 大口 這裡有一個 這裡裡面 這外面總共有四個口字 好,所以呢 雖然楷書是這樣 但是 一般比較少字樣寫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會怎麼寫呢 我們稍微 帶入一個 形書的味道進來 好,這邊還是包有口 好,這撇過來 底下這裡 這圖字呢,就不寫口了 寫成這樣 好,這是蠻常看到的 好,不然寫多了就帶板 好,就覺得 都是長一樣的東西 好,然後呢 如果 要再更變化 就像張孟甫上面這一個 口寫成一個詩 然後中間這一撇 經常省略 好,因為筆畫真的蠻多的 就把它省略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再上來 好,這邊 連貫動作 連貫動作 勾起來 繞一圈 注意哦,這裡已經省略了 好,兩點 兩個橫畫變成繞一圈 好,這是 張孟甫的 圖的寫法 我們說,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呢 這個,裡面這個就可以寫得更連貫 好,我們來看整個 更連貫的 行書的寫法 好,這邊就連貫 剛剛說 跟張孟甫的寫法是一致的 只是,整個是連貫的 這樣寫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這樣發展下去呢 裡面呢 就更省略一點 會省略到什麼東西 看,跟這個 原來這個已經差異很大 我們可以把 這硬背起來 省略成什麼樣子呢 首先 裡面是一個紋 然後橫畫三點 三點 如果要勉強來記 怎麼記呢 上面這個就像這個詩 然後撇過來 橫畫過來 這得橫畫 底下呢,回就當作三點 再橫畫 用這樣背 比較好背 然後更省略一點 就是 我們說 往往外面這個 這個框框 會寫成圓圓的 這個一個 重筆 就等於底下這個橫畫了 然後三點 可以幾乎是這樣 晃一下 更潮一點 當然 可以發展成 那個橫畫 也不要了 上面這個 不是橫畫 這一批也不要了 帶 帶過來 然後三點 然後三點 最好還是保有 好,這個是圖 到了最後的草書 但是在這裡我們還要再繼續講另外一種發展 外面這個框框 常常是不要的 不要 然後就直接寫裡面 就比如說 我們稍微有一點形凱的味道的時候 那是直接寫 裡面的 東西 這也常看到的 在 楷書裡面也是常常這樣寫 好,這樣寫當然就少了 框框 就比較美感上會多了一些 所以要留意 那同樣的呢,如果是這樣發展 也可以 我們說 就不要 那個框框 好,那不要 上面那個口寫成絲啦 不要框框這樣發展下來 那不過呢,大概 弱草書就比較不適合 變成我們說那個寫成像一個東 這樣子 大概就寫成這樣子而已 大概就留意一下